为什么当你想要从事买卖业的时候 你跟这些品牌商联络呢 连对方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回应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可能不是公司行号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当你如果连个公司统编都没有的时候 你要去寻求合作机会很难 原因是为什么 你要是想看看 如果你的供应商 他也供货给你 也供货给别人的时候 结果别人连一家公司都不是的时候 他也给他货 那这市场上就会大混乱 大家都可以拿得到货 大家都可以拿他的货去买 那价格就会混乱 价格混乱的这个市场就会被稀释 被稀释之后这个产品就烂掉 没有人要买 所以为什么你去找供应商常常被拒绝 或者供应商没有理你 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还可能不是一个咖 这不是说看不起大家 而是因为大部分比较有规模的供应商 他们只会给相关行业的零售商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来申请经销商 真的不好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理你们 也不是说我们不想跟你合作 我必须保护我现有的经销商 如果我什么客户随便阿妈或狗来我都给他货 那就会变成我的经销商呢 开始就不信任我了 所以你要了解这是 这一方面要看得更长远一点 好不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好